好 接著 那個金 純金是黃顏色 純金是黃色 但是 金是延展性最好的金屬 很容易打成薄片 很容易抽成絲 所以純金很軟 有人如果有什麼金項鍊的 你的金項鍊後面的鉤子 就是金做的 隨便一扒開來 就直接勾上去了 就這樣勾上去了 但是也因為它太軟了 太軟了 如果你真的是百分之百的純金 那就很軟 會變形 你會不會變形 那我們想要做成一個金磚 那磚不能夠變形 要維持的形狀 所以我們就會加一些東西 我們會加銅 會加銀 然後讓它能夠再硬一點 這裡有所謂的K金 K金的純金就是24K 24K叫純金 那什麼叫18K金呢 就是含量只有24分之18 那那有18K金 然後14K金是24分之14 然後呢 我們平常就講 你講這 九九九純金 什麼叫九九九純金 就是 一千份裡面有 九百九十九分是金 那還有一份就是 銅或者是銀 那它那個形狀能夠 一樣能夠維持住 那現在你只要是九九九 就似同你叫做純金了 就似同叫純金 因為真的是搞個純金來 還蠻麻煩的 隨便就變形了 都會 純金會變形 OK 好 金是導電 導熱清第三位 你不用廢它第三位 基本上不會考 基本上不會考 第三位 就考第一位跟 第二位 你看 但是因為黃 表示黃金也很容易導電 所以在有一些特別需求的地方 比如說 像我很久很久 非常古之前 看到人家在賣它的那個電腦 CPU說 它就是黃金探階的 說黃金探階 為什麼 因為導電型好 人家可以抗腐蝕 因為黃金不太會作用 不會反應 所以它抗腐蝕性比較好 所以 我們會用來做一些抗腐蝕性的導線 所以因為你有特別新球的 你可能會用黃金來做 因為它導電導電性也蠻好的 好 再來 薄 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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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比金來的硬 白金 它化學薄心很小 溶點很高 高溫的時候不易氧化 也不太會跟酸作用 所以可以算做到乾鍋啦 蒸發筆啦 電極啊 裝飾品 像我們 像三年級下學期會教那個電極的時候 有些電極的那個極板就是用 薄來做 不過我們的實驗不會 我們實驗都是用碳棒做啊 我們比較窮 啊 我用碳棒來做 我用碳棒來做 所以 人家可以用這些功用 有功用 好 那很貴啊 功 長溫長壓下 前面教過了 長溫長壓下 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 俗稱叫做水銀 可以做溫度計 可以做氣壓劑 那下面跟你寫 跟你講過了 長溫長壓下 唯一的液態變成是誰 秀 所以你要背好 唯一的液態金屬叫做 拱 唯一的液態變成叫做秀 但是這指的是長溫長壓 25度C一大氣壓 那舊可不可以提了兩個很容易融化的 一個色 一個姜 28度29度 意思就是說你放到手心裡面會融化掉 因為你的手有三十幾度啊 你的體溫有三十多度啊 所以放上去 握一握一握 它就 化掉了 它就化掉了 那這也是很容易變成液態 只是 如果你要強調長溫長壓 二十五度C大氣壓力是一個是拱 一個是 袖 一個是袖 那你要背好 然後拱油氧化拱 然後日光燈有拱蒸氣 然後呢 所以呢 但是拱蒸氣有毒 所以要你不要放 現在的很多電池它都跟你說它不含拱 意思就是因為怕你把它拿去亂丟 它裡面那些拱的東西就會污染 突然 污染東西 所以要跟你說不含拱 日光燈也是要回收 因為裡面有拱蒸氣 拱蒸氣是有毒的 拱蒸氣有毒的 拱蒸氣有毒的 拱本身啊 抑它的拱本身沒有什麼毒 可是它蒸氣還蠻毒的 蒸氣還蠻毒的 蒸氣還蠻毒的 小戰 你到底怎麼樣 會死 再見 然後呢 拱熔解金屬之後要拱齊 所謂金拱齊 銀拱齊 金拱齊 就是拱跟黃金結合在一起 我以前的戒指就壞掉了 我忘記為什麼 我那個戒指金戒指 不知道為什麼 打破不知道什麼東西 就碰到水銀 水銀就跟我的黃金 整個就麻在一塊 我就從一個黃色的戒指 變成一個 有點白白的戒指 因為他跟他 他跟他麻在一起 跟他麻在一起 而且麻在一起之後又拿不掉 他整個結合在一塊 要有一些 非我藏人能夠把他分離 要找你別的辦法 把它燒 把它融化 融化或怎樣 反正要金拱齊 這一個銀拱齊 銀拱齊有些人在補牙齒 因為他的膨脹的狀況跟牙齒差不多 所以要補牙齒 可是因為講過還有污染問題 所以他很像改用別的東西來避難 所以就拱齊 就是金拱齊 金拱齊 就是他的化合物 然後這是以前要告訴你的 萬一現在實驗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因為現在國中根本就不做拱的實驗了 現在國中根本就不來碰拱了 以前有碰拱的時候說 萬一這個拱散出來的時候 請你要用真空法 這裡所謂的真空就是類似吸塵器 可是你不可以拿吸塵器吸 你有沒有注意到你在吸塵器吸的時候 旁邊會不會有封出來 所以你在前面一吸 本來是一坨還要比較好 被你吸塵 然後變成碎碎的 然後從沒有噴到噴出來 就本來更糟糕 就本來更慘 對 還不能幫我 因為還比較安全 被有反應就更糟糕了 所以 雖然我告訴你 雖然我告訴你 所謂的真空 類似吸塵器的意思 你不可以拿 你不可以拿吸塵器去吸 吸完之後 你吸完之後會更糟糕 好 那些縫縫裡面就撒上心粉 或者是流粉 流粉 撒上心粉 然後結束再把它吸起來 請你背一下 請你背一下 撒上心粉跟流粉 然後再用真空把它吸起來 然後把它背起來 OK 就是背了 有顏色的字就這樣背就對了 有顏色的字 有顏色的字 綠色的字 黃色的字就跟我 背起來就對了 喔 龍點最高的金屬 龍點最高的金屬 龍點很高 那請你猜一猜 那龍點最低的金屬是誰 鐵 鐵 鑽石 金屬 鐵 鐵 鐵 常溫 常溫下唯一的液態金屬 所以 拱的龍點最低啊 最高的是烏 最低的是 拱 拱 然後呢 龍點很高 所以可以做燈 就是燈絲 傳說什麼愛迪生 為了要發燈 要試好多東西 就試到那個烏絲 可以嗎 因為裡面很熱 很容易就會斷掉 所以要找到一個耐高溫的 就找到烏絲 要耐高溫 所以呢可以來做燈絲 來 炭化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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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硬 所以可以做一些 切割 研磨 砖的工具 炭化屋 它很硬 你看一下 主要是問前面那個烏絲龍點 最高的金屬元素 再來就是炭 這個現在 炭的力度也很小 但是彈性很好 也抗腐蝕耐高溫 那也會形成薄膜 所以用途很廣泛 你現在最容易看到就是 到眼鏡店買什麼 純炭的 鏡架 純炭的鏡架 因為它比較會抗腐蝕 它也很輕 很輕 然後抗腐蝕 當然還有別的用途吧 然後呢 可以形成核心 作為航太材料 航太材料 人工 這上面就是人 這上面就是一個人工這樣的關節 然後操作體之類的 所以 用途 你看一看就好了 這個烤的比較少 這烤的比較少 看一下 欣賞一下就好了 再來就是二氧化碳 然後除了太白粉 太白粉 就是它是個白色的顏料 它是個白色的顏料 它是個白色的顏料 你們那個立可白裡面的時候 就放它 你看它裡面 它那些成分 對 你們那個白就配合裡面 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把它塗上去 然後呢 SARS的時候流行的 所謂的光束煤啊 光束煤 就是它 不過這個光束煤要放在有照光的地方 要有紫外線的地方 你塗在地下室是沒有用的 那個沒有照光是沒有用的 要有照光 要有照的紫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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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 謝謝 謝謝